我很喜歡它的高音浩角 搭配著它的低音當體 真的是舒服啊 真的舒服 那這樣子的話有個好處 就是等於說呢 我的電視牆就會比較乾淨一點啊 幾乎是看不到喇叭線 哈囉 歡迎回到FLYN 令你去旅行 那我是FLYN 畢竟嘛 身為一個男人 就算我家不大 對 實際可能是28坪 那客廳大概是6坪左右 真的是不算大 不過身為一個男人啦 對影響是一個男人夢 那我接觸影響的時間其實也算久 從我大概是大三的時候吧 我第一組影響就是當典很有名的 那個Attack Lensi MX5021 那我相信有在玩影響的朋友 應該知道那組是多麼的傳奇了 他締造很多傳奇故事 就算現在已經是2022了 那那組影響喔 現在在二手市場上如果這樣一出現幾乎還是被秒殺的狀態 從剛剛提到的5021 到了JBL Control 1 那KIV的IQ3 那其實後來到了這把年紀喔 真的也是這把年紀啊 我一直很追求小系統啊 小系統啊 生意不錯 那這我覺得很重要 等於說我現在比較喜歡是主動式的2.0升道 放客廳然後很簡單的擺位 這樣的聲音就希望找到可以不錯的 客廳的深度大概是305左右 我的電視櫃是41公分啊 通常啊大部分好的不錯的影響系統可能會很大組很佔空間 所以等於說我必須要去挑很精巧很小巧啊 聲音有不錯的影響 所以坦白說幾乎是沒有幾組可以做選擇 然後呢我有去網路上做了很多功課 也有去現場試聽很多組 那中途循勤勤勵力很久了 我也去了店家試聽了很多組 後來就決定了 過路了就是EDIFIRE AIPLUS A100 那其實它也不算便宜 我是利用MOMO 剛好有特價的時候 我記得好像我度手價是18000多塊 那為什麼我會選它呢 它有幾個特點喔 平面女世代的浩角高音 有這個浩角高音的話 人的聲音的衍生 通常是不會太差 捂出你的低四針鋁梅合金的正模 基本上不要講中低音啊 中低音的話 這種也會比較厚實一點 那等一下我們辦音樂 你們就會知道 它還有一個認證啊 就這個 通過Highways的認證 有這個認證的logo 據說音響都會不差 不過我也覺得算是參考價值 因為畢竟聲音是比較主觀一點的 你會覺得好聽 我不一定會覺得好聽 不過通常有這個認證的話 應該大部分都會不錯聽的啦 下面這個海綿呢 是原廠另外送的 那我會喜歡擺 因為如果你在放音樂的話 它其實會震動 那這個海綿呢 可以減少它的震動 傳到我的電視櫃 會造成蹦蹦蹦的雜音出現 所以原廠有附這個海綿的話 還不錯 我覺得算是有誠意 那它還有一點很重要 它是用XMOS的Proscessor 有在玩影響的話 應該就知道它用的料 其實算是很有誠意的 這是我所做的隱藏門 然後呢 我這邊呢 有挖一個孔 這個孔呢 是要走我的喇叭線 然後呢 會搭到另外一頭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裡 會從這一頭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 有個好處 就是等於說呢 我的電視牆呢 就會比較乾淨一點啊 幾乎是看不到喇叭線 所以等於說我的電源線 喇叭線 以及訊號線通通走到牆裡面 當然啊如果你是內涵人的話 你也有感受到一件事情 這也是有一個致命的缺點 如果它今天壞掉的話 它今天要壞掉的話 我要換這個線 就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啊 我說實在的 一組音響喔 你要它壞掉 嗯... 就算要壞掉好了 三連四連 五連 也夠本了喔 到時候三連四連 再換一組 再去麻煩一次 自己去重新拉線也OK 不過講真的 我本人真的還很少 很少幾乎 不曾有過 遇到音響壞掉的 大部分的音響 都是一定是放室內 你也不會被日善雨淋 除非你今天很手劍 然後你要破它吧 好不好 或者是層層去戳它 好不好 層層戳它我就沒話講了 這真的是比較糟糕的狀況 那還有一點 選它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因為喔 它的深度 我們家電視櫃上面的 框度大概是41公分 那它是285 那剛好它放到我們家電視櫃這邊的話 就不會太大 所以呢 其實它算是比較小巧 如果我拉遠一點的話 我今天坐在我的沙發椅在這邊看 不會太大 就在旁邊兩邊而已 那它還有附一個遙控器 就是這個遙控器 好 那我就先開機 你們應該有聽它掉一聲開機 OK 因為我預設是走光先 然後呢你可以用遙控器去切換它的模式 不過這也是有個很致命的缺點 因為喔 它這組喇叭的背面 幾乎是沒有任何的 控制鈕去可以切換模式 等於說呢 如果這個遙控器不見的話 那它 就完蛋了 不要懷疑 我真的也不見過 因為這個遙控器是我買第二支 我之前不見它的時候 它剛好我運氣很好 它剛好模式是停在我的光線輸出模式 還好啦 我只要開電源 它一樣可以播放 缺點是我有點無法切到藍牙用手機 去聽我的音樂 然後呢 你如果新買一個遙控器的話 其實還蠻好買阿 打電話給代理商 它就會跟你溝通一下 一支遙控器是700塊錢 然後呢 我當然也是有溫光的小姐 是不是有很多人不見 他說對 有些人是被狗咬 當然被小指用不見 然後我是被只能用不見 別除這一點以外 它真的是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挑剔的 說真的 這 這真的是比較不見 而且有點貴 好了 那講了這麼多 那大致上的規格 以及我為什麼要挑它 就先講到這邊 那我們就先快速來享受一下它的聲音吧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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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